据我今天早上花了三个小时 我们的王昨天查到今天查 等下我们王自操来说 查无此人 有email address 我愿意你只要记到 宏海公司董事长收 或者是你送给我 我一定来彻查 把已经遮掉姓名的网友名字 写在荧幕上 还质疑对方为什么用假名 宏海董事长郭台铭 呼吁这位自称群创的员工 将薪资单寄到他的信箱 一定会追查到底 周六上午再度召开临时记者会 就是因为被外界批评是作秀 让他好生气 虽然我早上没有说很不幸的 交到我郭台铭手上 这种胡作非为的 十二不作的台湾的罪人的话 其实你们很不幸 但是你也用不着用这个字眼 来告诉我说 不要再作秀 他喇叭了可以吗 我不是作秀 问痛心台湾大学毕业生 不应该只有拿两万二 尽管对于网友的批评满腹牢骚 不过郭董立刻发挥超高效率 要彻查旗下关联企业的薪资 包括群创 红准 真鼎等 未来薪资结构 全得比照鸿海 大学以下作业员薪资两万六千元起跳 大学生以上 工程师底薪三万六千元起跳 硕博士身以上高于此急剧 则是面议 五月一号起生效 有任何不对的 赶快到公司来申诉 我们一定依照这个 该补你该挺 如果没有做 没有照这样做的话 我们一定是 这个 我会严加成熟各单位 如果关联企业 我的股份呢 就大大一个程度 我可以去改变它的 这种关联企业 我将严格规定 郭董不只自己 一早八点半就进公司查资料 甚至找来群创总经理王志超 从台南北上说明 由于群创的作业员 底薪是两万两千六百元 只比22K多了六百元 郭董不仅震惊 还当场要求加薪 总裁指示下来的话 我们会再来 再来整个检讨 在后续 把这个薪资再做一次调整 你已经没有检讨的空间了 我已经替你做了 我没有办法 我就想给他们加薪了 我想大家要感谢这两个小话题 郭董近期密集现身 5月6号开记者会 抨击立委陈欧珀 5月8号在总部 接待庄志愿 杠上NCC党买华为设备 5月9号现身亚太董事会 展现抢亲决心 5月10号出面反驳 22K低薪 每位开炮都打中社会最敏感议题 这回带头加薪 势必也会对产业 掀起巨大涟漪 记者综合报道 身穿蓝色运动服 脸上还流着汗水 华硕董事长施崇堂 带领6000多名员工 举行欢庆25周年运动会 谈到员工关心的假型问题 他这么说 员工永远是华硕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这部分我们一定会做最好的考量 好不好 如果说不加薪就加水 这个部分基本上 我们会根据整个环境 然后对于华硕的同仁来讲 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公司的资产 所以对于身体的运动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到 所以这个大家放心 不过鸿安董事长郭台铭 抛出了22K低薪问题 引发社会讨论 再加上新北市长朱立伦抛出 企业不加薪就加税 这种堂没有正面表达意见 年轻世代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其实 也不要一直在想这个22K 其实现在真正遇到很多挑战的 这些项目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力 能力跟品德 华硕董事长施崇堂 副董曾羌生 执行长沈震来 号称华硕3J的三巨头大合体 带领台下员工事实 我们正处于历史的短刻点 整个产业正在重新洗牌 新的无所不在的运算世代 才刚启蒙 具有无穷全力的物联网 钢铁人的世界 似乎已不再是纯科幻小说 冲刺物联网的新时代 同时站上高台点燃圣火 显得气势非凡 就看这股活力能带动产品再创新 站稳获利脚步 这杨家占民话台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